开机挂机无脑装宝宝宝说成丹尼飞 哈啰大家好我是小罗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者体验服新版本地图 在新版本地图中都新增在了哪些打卡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期调整小野怪是没有变化的 地图新增在了一些魔幻效果 例如蓝区的这个草虫妹子 走进就会出现一些紫色与粉红色的小鲜花 原池上有一棵树木 这棵树木的话会长出一边蓝紫色的树叶 看起来漂亮了许多 第二个位置在蓝buff区 这里也是有一棵树木 走进的时候会长出新的叶子 在这里打野怪还能看着漂亮的环境 是不是很好呢 第三个位置在深入两堆草虫之间 走进也会有小鲜花长出来 而且花的种类还是很多的 原池上的枯树也出现了小鲜花 并没有像蓝buff野区的树木 长出新的树叶 这些鲜花不仅可以作为官场用 还可以用来判断别人的危险存在 当我们发现这里的野花开的时候 就能知道草丛里面肯定有敌人 也可以有效的间接暴露 蓝尼丸和白笔手叶的位置 在敌方蓝区的三个位置都没有改变 其实这主要是判断你是蓝方还是红方 蓝方的位置蓝buff野区才有改变 而红方的这个蓝buff野区是没有改变的 除了小野怪的位置有变化 还有龙坑的位置也是有变化的 走进龙坑会出现枯树和紫红色的鲜花 那么这些鲜花在龙坑里有什么固定关系吗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的 地图有了新变化之外 还有打野也有新变化 不仅新挣扎了打野刀 对打野英雄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例如打野英雄开局自带保护 看到这个韩星了没有 出场后先穿着一层白色的贴膜 其实这是打野英雄的免伤保护罩 看到韩星脚底下的这个小东西了没有 当出了自载野区后 野区精灵就会消失 走进自载野区又会出现 而且跟河道精灵的样子差不多 这个小精灵会守护打野英雄 在佩戴打野刀的情况上 在此方野区打野时 可召唤野区精灵 提供10的伤害免疫保护自己 也是前期可以保护打野英雄 在自载野区打野时 英雄不会被野怪轻易打伤 还能更有优势的对抗反野的敌人 也许精灵会在4分钟后离开洒谷 哎呦 暴巾看出来了 我们看到暴巾长什么样子 暴巾变成了黑紫色 而且身上还有黄色的毛发 虽然造型变化不大 但是颜色的变化 还是带来了不少新鲜感 再来看看暴巾的技能有什么变化 垂他一张 直接来个野怪轰 虽然技能变化不大 但是攻击范围变得更大了 主宰也变成了紫色 形态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暴巾和主宰换了颜色之外 甚至主宰和黑暴巾也是换了颜色的 主宰先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以及风暴龙丸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